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胖好食堂 胖好食堂 懒人的梦想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怎么样吃牛奶 这牛奶是喝的 怎么能吃呢 想吃想疯了吧 不不不 我们今天还真的就是吃牛奶 不信您看这一套 牛奶棉花糖冰淇淋 简称牛花冰 牛花冰 那得摔多少根头啊 食材非常简单 只需要棉花糖和纯牛奶即可 将牛奶和棉花糖倒入锅中 小火加热 中间不停搅拌 致棉花糖完全融化 烧凉后倒入保鲜盒中 盖上盖子 放入冰箱冷冻 两个小时左右 可以取出用筷子搅拌一次 冷冻大约五到六个小时 就可以取出用滴精灵勺 外成球 大家有没有被我这里 牛花冰所经验到 天哪 这个口感 真是冰爽 再像这个奶香味 这太完美了 吃了第一口还想吃雕头 绝对是您今年夏天 不可缺少的最佳冷凝啊 这牛花冰看着还划得挺好啊 是牛花冰 花医 医生 花朵的 我跟你说不清楚 有这么高级的料理 哎 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来看第二道吧 牛奶蒸鸡蛋羹 简称牛蒸蛋 哦 这牛不但会划冰 还会蒸鸡蛋呢 鸡蛋 牛奶 果酱和白糖 这就是所需要的食材 把牛奶倒入奶锅 加入白糖 开火蒸牛奶 热至糖浓化 牛奶冷却 鸡蛋去壳搅拌蛋液 将冷却后的牛奶倒入蛋液中 搅拌均匀 鸡蛋液与加入的牛奶体积比例 大约为1比2到1比3为1 再加入果酱 若果酱有果粒 要打散拌匀 将蛋液反复搅打均匀 锅内水烧开 将装用牛奶蛋液的容器 放在蒸架上 盖上锅盖 大火蒸4到5分钟 待蛋液凝固 即可取出 牛奶的奶香 鸡蛋的蛋香 从家家这边香上加香 还有这个果酱的点缀 真的 不瞒您说啊 就这样的碗 我还能再吃十碗 那你以后不就叫牛食碗了吗 跟我说一句 今天这位摄像品牌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不调侃我 你会哭吗 谢谢你先别哭 你先别哭 咱不还有下一个吗 对 我们言归正常 我们来聊下一个 下一道菜名字特别有趣 牛奶酥丁 简称牛酷 分牛 鸡蛋打入碗中搅拌均匀 加入20个左右糖 搅拌至糖粉完全融化 按照蛋液与牛奶一比二的比 加入醇牛奶充分搅拌均匀 混合好的蛋液过筛两到三遍 这样可以使布丁更加嫩滑 把过筛后的蛋液倒进布丁杯中 不要倒得太满 八分满就可以了 用保鲜膜把布丁杯的口密封住 用牙签在保鲜膜上扎几个孔 水烧开后把布丁放进蒸锅中 小火隔水蒸十分钟关火 再焖两分钟即可 哇 这看着不错呗 小孩肯定爱吃 那当然了 不过你还没有抓对重点 重点就是不仅好吃 而且特别简单 别忘了 我们可是胖好食堂 懒人的梦想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了 我们永远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